本来《多拉A梦》是一部看了以后让人很开心的科幻喜剧 来自未来的《多拉A梦》 凭借它那呆萌的外表和那神奇的口袋 获得了无数孩子的喜爱 我们曾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打开抽屉遇见《多拉A梦》的场景 只不过现实实在是太扎心 只能在闲暇时回顾《多拉A梦》 以未解自己的失望之情 然后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场景 简直就是细思极恐 太可怕了 一、《多拉A梦》的用途问题 大雄有《多拉A梦》 这样一个能够帮他实现所有望 甚至可以逆天改命的机器人 大雄每天却依旧在未写作业 零用钱和静香 到底喜不喜欢我这样的问题所困扰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这些看客 竟然没有一点怀疑的意思 统统沉浸在了这个美好的故事里 二、主要角色的长相问题 上图 从左之右依次是胖虎妈妈 小夫妈妈和静香妈妈 如果我们对《多拉A梦》中的主要角色 稍微有点印象就可以发现 他们和他们的妈妈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发型不同 这种实力全是亲生的方式 我不得不服 三、大雄的智商问题 大雄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因为一个每次都有把握 让自己主动考零分的人 一个手脚灵活可以用脚趾玩平衡球的人 一个可以主动从四次元口袋掏东西的人 一个可以瞬间反映自己从《多拉A梦口袋》中拿出道具的使用方法的人 一个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睡觉的人 根本不是一个庸人 四、大雄的作业问题 动画电脑铅笔一画中 大雄的作业是交流通路功耗的计算 还有电容电感的阻抗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大雄设定是小学四年生 而他的作业内容 是我本科电力专业大二才会教授的内容 想想简直可怕 五、小夫是如何变成珍珠的 《多拉A梦》中有一句话 是小夫掉到珍珠培养器中变成珍珠了 作品有交代 一个东西变成珍珠需要三个月 由于有时间包袱 对于外面的人完全没有察觉 没有人知道小夫在完全黑暗的小棺材中 是怎么绝望地挣扎的 是赤膝而死 或者是活活又死 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点点地变成珍珠 六、大雄和静香的情感大雄 追求静香 最后终不可得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你多么优秀 多么努力地去提升自己 但因为有比自己享有更高特权的人出现 有些事情是怎么也争取不来的 比如静香的爱 一如我们的人生